紅眼創辦人郭台銘 立拼連署參選二零二次總統 不過近期是由國民黨人士建議 用恢復黨籍列入到不分區立委 來勸退郭台銘 而郭台銘本人聽到這種說法是指搖頭 人民眾黨柯文哲 今天是啟程二度訪美 對於藍白河堅持要比民調決定 傳說藍營高層就表示 就從立委選舉開始比 讓柯文哲回蹭 不過國民黨主席朱毅倫 是否認了這項傳聞 而至於民進黨賴清德 是前往臺中經營陸戰 來拉臺自家立委參選人 立拼獨立參選二零二四政副總統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的搭檔 賴佩霞帶著丈夫一起現身 簽連數 更和民眾熱情互動 但近日有國民黨人士建議 以恢復黨籍列不分區立委 龍頭條件勸退郭台銘 但郭台銘本人聽到此說法 只有頭 國辦也嚴正博斥批評藍營帶風向 那一頭起承二度訪美的民眾黨參選人 柯文哲對於藍白核議題 堅持以民調決定最強人選 輸得退選 但傳出國民黨高層表示 侯友宜不可能退 更說要從立委選舉開始 用民調決定各選區藍白 來哪方提名 讓柯文哲忍不住悔嗆 我跟你講我每一區提一個 他應該會掉多少 不要講狠話對不對 什麼時候要比民調的話 他們想合作就來比 就這樣 柯文哲喊話藍營 隨時可以比民調 如果不比就叫併吞 不是合作 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一號沒有公開行程 黨主席朱立倫幫忙否認傳聞 但沒正面回應 是否接下柯文哲的贊帖 聚名將參選賴清德 一整天在臺中連跑無場 吸引陸戰鞏固基本盤 也拉臺自家立委參選人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 三角都戰局下 賴清德支持率達到三成九 後疑二成三居次 柯文哲落到一成九 如果是四角都 賴清德則是三成六 後疑二成一 柯文哲一成六 郭台銘只有百分之七 接著綜合報導